今天是6月16号 在6月的话 有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日子 那么我们节目的健康真言呢 那么在上个月呢 也在空中 有频繁有小唱了 一小小的歌 那么今天呢 来我们的尊尊 又在空中来告诉大家 今天这个6月 到底有什么样的日子呢 她唱一句 大家都知道了 请 谁在唱 我唱吗 尊尊 没有没有 6月真的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是男人的日子 对的 因为呢 我们在5月份节目当中 都一直在讲关于女性的啦 一个话题 那么在6月 其实我们不要只有重视女性 男性的话 当然也是个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没错 在6月第三个礼拜天 在每年是国际的父亲节 我们在这边先祝福 全天下的父亲 父亲节快乐 说到父亲呢 我前面这位的也是为人父的一个角色了 稍微咳了两声 那么这位父亲呢 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 可是呢 虽然是出名 只是在外面 但在家里面呢 也是一个非常慈祥的好爸爸 这个在空中 其实不是说在 不是巴结你哦 就是真的是慈祥哦 怎么样讲慈祥呢 说明一下哈 你身为父亲的角色之后呢 其实你对家里面 当然有不一样的改变嘛 你是两个孩子的爸了嘛 没错 那我们先讲大女儿啦 大女人对你来讲 她的角色跟你的角色 其实你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来 无尊爸爸说吧 现在的角色就是 她是我的女朋友 我是她的男朋友 这个大家都知道 都很恩爱 对对对 可是其实父亲不简单 当然不简单 因为很多人 他们在古时候的传统观念 要父亲要很严肃的 可是现在有点改变呢 对对对 跟全部一样 对 所以到现在其实有一些人感觉说 我父亲就是很威严的 要是很比较凶一点的 可是这种刻板的印象 到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嘛 对 那这个严父呢 就是严格的父亲 在你身上应该是不太可能吧 我有时候 当然你会有时候会严格一些些 可是没有像之前那一种 比较传统的方式 去管教小朋友 以前可能还会用打的啊 用什么比较 惩罚比较严重的那一种方式 那我自己本身我是 自己也做不下 对对 当然我自己本身也有看很多 很多书就是关于啊 怎么怎么教育小孩 所以我有买很多书来看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沟通 我觉得 我觉得有些人他们 在教育小孩 他们可能有自己的想法 他们就是可能 女儿做错东西 他就是骂 可是你是不是要 好好的跟他讲 让他明白 也要听他讲什么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人家没有 没有去听小朋友讲 他们就是讲 他们自己要讲的东西 对我觉得这是互相的 对 所以为什么这一集呢 其实刚开始说 这一集其实我本来是 我们不要播这一集的 我们要播另外一个话题 可是呢 这个尊尊呢 他就非得坚持说 这一集一定要讲父亲节 我就想说 我百事不解 为什么你非要讲父亲节 这个话题呢 原来他就是要把他的爸爸经 在空中分享给大家 没有 因为我觉得爸爸也很重要 当然妈妈是最伟大的 可是爸爸也很重要的 所以这是你坚持 今天要做这个单元的 没错 因为我做的爸爸 有很多感想 OK 我们待会还跟你聊 这个你做的爸爸感想 我们再往前推一点说 你是爸爸 但是你也是为人儿子的 一个角色 对不对 对 那爸爸呢 目前你的爸爸 现在身体非常的健康 你每天也在做运动 那么父亲节当天呢 其实你有什么样的 一个表示呢 有什么样的表示 其实我这个人 是比较不敢用语言来表达 害羞型的吗 我对家人是有一点点害羞 对 可是我是用行动来表达的 对 何谓行动 就是比如说 我做的每一切 就是不要让父母担心 对 就是我做的东西啊 我都希望说 可以 不要让他们担心 可以希望可以让他们觉得骄傲 你爸爸平常会爱念你吗 他 不太会 嗯 对 他也不会说 好像很爱念我 因为我都是一个很乖的小孩 没有什么东西好念 是吗 那平常如果 比如说你的意见 跟他意见有点 不太一致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来让你明白 他其实他很 他很 他很明摆事理 他很 他很 他很support我的想法 嗯 对 那偶尔他比较会念我的就是 我太工作狂 嗯 对 他看到我太忙 我太 我 我没有时间休息 什么的 他就会说 哎 你偶尔要懂得吃一些 比较健康的东西啊 啊 假如你需要 啊 我帮你去做什么东西 让我知道啊 嗯 就是 就是会帮我分担啦 担心你嘛 对 这是一定的哦 对对对 没错 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就是不要让他担心 把自己照照顾好 我就尽量咯 因为我这个人太工作狂了 嗯 所以我这个我也 我也想要改变一些些 看有点困难 因为你很忙 对就是很忙 然后我又要做好 我自己的爸爸的角色 你知道吗 所以我都把时间分配的 非常的充实 6月21号是父亲节那一天 那那天你再闻来嘛 不要跟我讲说你6天 6月21号你父亲节 你不再闻来 嗯 完了 我听到 我看到你的表情 我都知道 没有 那还在跟我讲 爸爸经 还在讲这些 你看 真的不在啊 我要 因为周末我常常都 6月21号是礼拜天哦 哦 有有有 哇 OK 我呢 讲话 我有没有再闻来呢 呵呵呵呵 讲话特别大声 有 我就是6月21号飞回来 我跟你们讲哦 听众朋友们 刚刚我在问的时候 6月21号他在闻来嘛 结果他突然愣了一下 赶快去看他的timetable 结果 看到6月21号在闻来的时候 哇口气马上变大声了 好大声了 来你自己说吧 没有因为我知道我5月跟6月的周末都没有什么时间在闻来 因为到在海外都有工作 是 所以6月21号呢 我是当天飞回来 嗯 所以我觉得啊 那一天会是非常special的 因为你知道吗 你飞你两天没两三天没见到家人 然后你飞回来 然后晚上跟他们吃一顿好的 就是去庆祝父亲节 我觉得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对 你知道吗 有时候你出国 有时候你没看到家人 反而你的爱会更深 是 对 所以常常讲说小别胜新婚嘛 就是说 小别胜新婚的意思是说小小的分别 小小的离离离开 就是说一点点 可是呢 比你一些新婚夫妻在一起的感情还要更好 对对 你分开就过几天再回来说 哦那感情会更浓烈 珍惜月更珍惜会更珍惜 对 你说吧 小别胜新婚 小别胜新婚 哦 说得好吗 对不对 就是胜利的胜 赢的意思 对 胜新婚 OKOK我懂了懂了 这样这句话就可以常常用了 小别胜新婚 听众们有没有学到啦 哎呦不要再这样 卖罐子不好意思 有啊 中文老师在这边教课 OK所以在我们这个父亲节这边 当天其实无尊也会回到家里面 跟家人一起庆祝嘛 我觉得最开心的除了是你老爸之外 还有您的太太 家人 对 还有就是女儿一定更开心 女儿一定开心了 对对对 开心到不行了 对吗 嗯 好 那么你除了说跟家人去吃饭之外呢 其实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庆祝吗 应该其实吃饭就够了吧 没有我觉得说实在 你知道吗 跟你自己 你心爱的人在一起 不用做太多东西的 是 你就很开心了 嗯 对 那既然父亲节那天确定在这边呢 我相信大家 我相信家人都已经就是 哎 好了 反正你都在家了 反正就很开心的 这是很开心的一回事嘛 嗯 那我们再把话题谈回来到 刚刚你讲说你的爸爸经 哦 这个爸爸经的话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觉得很好奇了 你无尊的形象在外面嘛 就是啊 一个以前演戏是偶像剧的演员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啊 都是一个好好的一个 一个很帅的男生的一个角色啦 很温柔体贴啦 但是我比较想要知道的是 当你在生气你孩子的时候的话 你的那个脸是怎么样 猙獰吗 还是很温柔 还是很虚伪的表情 对的孩子 偶尔会凶一下啊 对凶是怎么样 你怎样骂他们 怎样骂他们哦 用英文骂他们啊 其实我们有 讲啊 念他们啊 应该这么讲 我 我 我 其实有骂过自己的女儿三四次 可是骂了人 你知道心里面很想哭 那她哭嘛 她会哭啊 她会哭 对 所以 什么情况叫你骂她 我不太喜欢用大声的骂 我不太喜欢用那种凶狠的骂 什么情况之下 嗯 什么情况之下 因为小朋友他们你知道吗 有时候不懂事 有时候会做出一些 不礼貌的东西 对 可是你不能怪他们的 因为他们不懂 对 你知道吗 你要怪你只能怪自己 嗯 所以 你为了要让她怕 为了要让她以后 不要做这个行为 嗯 偶尔你会凶一下 嗯 可是说实在的 凶是没用的 你要讲到她明白 你要好好地跟她讲 让她听进去 因为有时候你凶 她只是怕 哦 我以后不敢做这个了 可是为什么我不能做这个 她要懂 我们讲到这个 呃 爸爸经 嗯 其实无论你在空中 其实你应该有很多 就是说 譬如说你跟孩子们的一些生活 点点滴滴啊 跟他们分享的 怎么样说利用可能在跟他们相处来 可以是教育他们 教他们 变成说乖小孩 乖小孩只是一个形容词 当然我们 你刚才也跟我讲说 其实孩子其实也不要太乖 嗯 就是说你要有什么方法去教育他们 对不对 那有时候他比较爱顶嘴啦 比较调皮啦 比较捣蛋 比较让你生气到无可奈何的时候呢 嗯 你就算在跳脚 包括你跟我也是这样子 你就说气他气到要命 可是你还是觉得他太可爱了 嗯 那怎么办呢 碰到这样的情况了 对我来讲哦 嗯 因为我是爸爸跟外面的人不一样 外面的人看到他可能会觉得说 哦他很顽皮什么的 可是你知道你作为他的爸爸 你会 你对他有满满的爱 对 所以你看到他做这些东西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是可爱 有时候因为你很了解他 嗯 你知道他不是坏 对 他只是想跟你玩 他只是想要撒娇 对 所以有偶尔你就会 哎呀 可是他给人家的外面如果 跟他比较没相处 其实看不出来他是很调皮的耶 他 也不会啊 他没有 他是那一种 他跟你很熟 他就会开始对你调皮 嗯 他假如跟你不熟的话 他是很乖的 对 他是那一种 我觉得小朋友就是这样子 嗯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他们假如有时候做出一些调皮的东西啊 还是什么的 最重要就是要讲给他们明白 就是说这个是不好的 对 对 有 他们有时候知道是不好的 他知道 他还是要做 因为他觉得说他跟你很close 他才敢这样子做 嗯 可是他假如跟一个他比较不熟的 他就不敢这样子做 嗯 因为有一些他们是我跟你不熟 我还对你没礼貌 对 对 那个是比较不好 他其实心仪 嗯 你们都叫心仪啊 对对对 其实心仪他 我觉得他还不会说有什么没礼貌 嗯 我觉得他还不会 我觉得是OK 他是OK的 对对对 他只是有时候他有他的想法 嗯 不要看他才四岁 他的想法是特别不一样的 我真的小朋友真的是 真的是成长非常快 非常聪明 非常精明 有时候他问你的问题 你有时候你没办法回答 然后你有时候也会 你也会觉得说怎么这么 这个小朋友才四岁会讲出这样子的话 对 对所以 他买个新东西给给他的时候 你知道他那天讲到我很开心 嗯 因为学的话他居然会讲了 我说你这个东西我给你啊 嗯 我会爱惜 哦真的 他会懂了爱惜 他会讲他会爱惜的 嗯 就真的给他感觉说 他明白说东西给他要好好的爱惜 嗯 平常你家不要做他偏偏要做 可是真的给他做 他说我会爱惜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教小孩子真的是有种感觉 嗯 就很贴心啊 所以讲到现在 大家知道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吗 OK我们不讲 你email进来 假如你猜对了 我给你奖品 对对对 其实我们的关系是有点 是有点比较特殊的一个关系 那在这边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啦 我们再把话题谈到这个父亲节的一个话题 其实父亲节来讲 对你来讲 你是爸爸的角色呢 儿子的角色也讲完了 对对 可是对一个男人的角色你还没有讲 嗯 为什么我会讲这男人角色 也许可能说呃 他只是一个一个关系的存在 嗯 可是如果以站在一个纯男人的一个角度来讲 你觉得 嗯 觉得一个男人包括说 可能对他的另外一半啦 还是对什么呃 家人 嗯 嗯 你站在一个比较主观 就是你自己是局外人的角色 对 你觉得应该要怎么做 我觉得哦 假如我自己本身我是把家庭放在第一的 是 对所以我觉得真正的一个男人 我觉得你不管你做什么东西 你就要做什么决定 还是什么 你都要先想到你的家人 嗯 对不管是你的工作啊 当然赚钱很重要 可是 你到最后你还是要把家庭放在第一 因为有时候你的家人哦 他们不一定是要有钱才是幸福的 对 有时候没有钱也是很幸福的 对 所以你最好是家庭的关系要打好 嗯 我觉得那当然就是要把家庭放第一 像我自己本身我 说实在的我这两年我也做出很多牺牲 我的演艺圈的工作我放掉很多 对 对 我就是把很多时间放到文来 嗯 对因为我觉得家庭需要我 对 所以我觉得牺牲是需要的啦 我觉得做一个男人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要 懂得什么时候要去牺牲一些东西 这样说也是像外面那些报章杂志 他们最近也是有在报答 就报答你啊 就是为了家庭啊 牺牲很多 他们都会有不定时的来报道 关于你的这一部分 那我觉得说他们有的报道的话 其实也很多人有的看到 那事实上其实怎么样的报道 也不如你自己在空中来讲 说来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你现在真的是为了家庭 你做了一个很大的牺牲 很大的改变 但是你绝对不后悔 这是正确的 哦 当然不后悔啦 是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对 对因为 当你看到你看你家那个宝贝 哎呦 可爱到不行的时候 你就 你就觉得说什么东西都值得了 活到现在都值得了 对 对 尤其是他看到你在叫你的时候 对 他那种声音啊 什么的 哎 对他就算在气你的时候 他也不会找你出去 会找我出气 哈哈哈哈 对 就是这样子 对我觉得 我觉得当然 呃 身为一个爸爸 怎么讲呢 任务非常重大 是 对对对 所以你要很focus 所以不要有些男人 他一直觉得说 他的角色只是说 我只是在呃 在外面赚钱养家 这就是你的角色 其实不够的 no 对 真的是不够的 真的是不够的 那我们希望借在我们今天这个专题 啊 我们讲父亲节的专题的一个话题来聊到 也希望让大家所有的男性朋友 你能够真的稍微改变一下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讲父亲节的专题 话题在空中之外 我觉得这个健康这部分也不要忽略 当然 因为父亲有的是年轻爸爸 有的是中年爸爸 有的是老年的爸爸 没错 老年年轻跟中年 他们的健身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健康的角色也是要很注意的 当然 我像我们之前有聊到了 就是记得我们聊到女生 是 你要你的女儿怎么样 你自己要做好一个好板样 是 讲到好板样嘛 我觉得身为一个父亲 你再忙 你还是要做出一个好板样 当然像我自己本身 我偶尔我也会教育自己的小孩 就是说 我们吃东西可能不能 虽然他才四岁 可是你要让他有一种观念 就是说 可能太甜的东西不能吃啊 太油的东西不要吃太多啊 像薯条这一类的 冰淇淋不能每天吃啊 然后你要让他懂得说 运动是很重要的 他会问你 你要干嘛 我说我要去运动 我运动可以让我自己很strong 很健康 这些东西 对 从小他一直听到这种东西哦 他就会慢慢去 会觉得运动很重要 嗯 不能选变什么东西都可以吃 嗯 对 所以我觉得自己要是一个好板样 给小朋友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嗯 像我们之前不是有那个 尼泊尔的一个那个 啊 地震 地震 对 因为我常常有跟我的 啊 女儿 因为她现在已经开始懂事了嘛 我会跟她讲说 哦 世界上有很多那种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要去帮助他们什么的 所以她常常都 比如说有时候我做一些慈善的东西 我都会给她看 对 就是让她知道说 嗯 哦 这些人我们要给他们一些衣服啊 还是要帮助他们啊 他都会讲 然后我就 那天我们那个尼泊尔的 我们的健身房下面 就有好多箱子的 人家捐的东西 我去带她去看 嗯 然后她就说 哇 怎么有这么多这些东西 我就说哦 因为现在我给她看尼泊尔的照片 看到一些小朋友很可怜 嗯 然后她就说她要帮他们 对 她就有这种想法 对对对 有这种观念 善良 我觉得很重要 对对对对 这很重要 所以我就用她的名字 去捐一些钱给 在网路上捐给她 然后我给她看那个名戏 我就说 你看 这个是你捐给他们的 嗯 因为这个是以前我妈妈影响我的 是 我妈妈以前都会用我们的名字 去做一些慈善的东西 对对 所以我希望就是从小 给她有这种想法 她长大了 当然我希望就是 会一直在她的脑海里 心存善念 对对对 善良很重要 对对对 哇 这个家庭教育超重要的 很重要 嗯 你从小关注这种观念 她长大 她就会觉得 不一样了 对 她就完全是不一样了 对 好 除了这个之外呢 另外就是这样一些 比较年长的父亲们啊 嗯 也是要一些健身的一些问题 也是要稍微要叮咛他们一下 哦 对我觉得就是 呃 因为 疾病比较多 还是那一句话啦 对我来讲 我有点相信那一句话 永远不会太吃 你不要觉得你太老 你就不要动了 对 你假如太老 你不要动了 你就是越来越 对 真的越来越糟 嗯 你要开始做一些改变 是 这个就很重要 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 在今天这一集当中 来跟大家谈到的话题 另外我觉得名言家剧 我们也是要稍微 跟听众们来分享一下 这名言家剧就是讲说 精神健康的人 总是努力的工作及爱人 只要能做到这两件事 其他的事就没有什么困难的 这是来自于希腊哲学家 弗洛伊德所说的 嗯 好 精神健康的人 是努力工作 就是努力的工作及爱人 对 健康有时候只是身体上 其实现在就是身心灵 你身体健康 你的心灵也要健康 你不要说你外形 哦 你健康 可是你的心里面不健康 你想一些负面的事情 还是怎么样啊 对 那也很糟糕 我觉得心灵的健康 反而更重要 嗯 因为你假如心灵的健康 你 你的想法是正确的 嗯 你自然而然 你就会 不要让你的身体 你的状况会比较好 对 我觉得全部东西 都是在你的想法 态度很重要 态度 对对对 你要是一想到不好的东西的话 你一样 你心里不健康 那你身体到时候 你假如是一个很负面 负面的人哦 嗯 你不管你做什么东西 不管你是健身还是什么 你 你不能持久的 对对对 所以想法很重要 对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在我们明天家具当中 来跟说听众们来分享的 对 要努力工作嘛 是 然后要努力去 散发爱 努力的工作 努力的爱人 对对对 就不要自私 对 然后不要说只有小爱 其实你还要大爱 就是你刚刚讲的说 你教 教心仪 教你女儿有关于一些 尼泊罗的地震 你要有什么样的善心 这个就是要大爱嘛 要懂得爱人这样子 只要做到这两件事情 其他事就没什么困难 这倒是真的 真的 大家还会很尊重你这个人 对对 好 希望这个您有 听到我们这些名言家具 我们今天节目也到了尾声了 希望您的下礼拜 也是一样要持续做定 我们健康正言 千万不要忘了收听哦 谢谢 加油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